动不动就说我条件差 我发誓 我一定要在救护院区内 我一定要减肥 我要穿大红袋子的衣服 我要叫一个猴男朋友 我要 你 夏宾 你怎么才来 不是过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德性 有谁会要娶你 我这个德性怎么了 我 就是没有特点 根本吸不了男人 喂 他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 杨瘦 做化学实验的 全倒进去不就得了 你懂什么 半糖 三分之一奶清 我知道的一个 我看你啊 放二又二分之二吧 二到底 哎呦 你这个人真的是自大都可以啊 现在的社会啊 楚楚可怜 弱不精通的女人 已经不吃香了 要有头脑 这个真的好难哪 有颜值 你不打烂也就算了 有没腿 怎么可以这样 别总是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土里 真爱不会凭空而降 它一定就是你身边的人 不如这样吧 撒拉你 每一次谈恋爱 我每次恋爱 都弹得掏心掏肺的 只是我的运气不够好 连箱子都欺慕我 谁说一定要穿进二十四的一样 二八的怎么了 二八的多吉利啊 跟我的岁数一样 以前的我 总是选择逃避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最没法干脆的事情 可能就是爱情 我也整逃了二十七年了 这一次 我不想再逃了 下地儿 下地儿 每个人呢 从小到大 总会踏上几次恋爱 两个人因为喜欢 所以交往 却又因为了解而分跑 不管妈妈喜欢 还是爸爸爱 不管找个爱你的 还是要找个你爱你的 没有开始 就不会知道 什么是你想要的 什么是不想要的